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写生连绵 冻土无银 长江 黄河 蓝沧江均发源于这里 遍布的冰川在这里形成了巨大的固体水库 这里正是亚洲水塔三江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到抵达平坦开阔的安全地带 约古宗列区是黄河的源头 这里周围群山连绵 河差交错 形成了一个高山宽谷 约古宗列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炒青柯的浅锅 这也形象地反映出这里的地理特征 看似一马平川的古地之中 里面地形千变万化 密集分布着几百个水坡 远看像是无数晶莹闪亮的珍珠 镶嵌在大地之上 黄河从巴岩喀拉山上流出 首先进入了上游最大的两个高原淡水湖泊 扎陵湖和鄂陵湖 它们被称作黄河源头的紫密湖 这里地势高寒潮湿 自然景观奇妙 也成为藏野驴重要的栖息地和繁殖地 然而 并不是每个高原上的居民 旅程都能走到最后 严苛的环境之中 总有生命倒下 它的气味随着高原上的寒风飘向远方 已经饿坏了的狼群得到了信号 被曾料到 高山勿救 协足先登 这是高原上的空中霸珠 它们用了极佳的势力 终日盘旋在空中 大地上的 失去生命的躯体 是它们的最爱 当这一众高山勿救将野驴的躯体撕开 最为强壮的王者 亚洲登场 终日监里讲 终日监里留待 终日监里托 终日监里托 终 mornings 终日监里托 终台 直到饱腹之后 正式而去 天空中聚集的高山雾就帮助狼群确占了位置 狼群里的成员纷纷抵达 狼群之中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 头狼率先开始大快躲移 吃饱之后 其他等员才开始分餐 最后才轮着上狼群里的弱者 不能再等了 还没有吃到食物的高山雾就看准时机 终于夺回领地 狼也饱餐离去 只是此刻食物所剩无几 此前的伙伴划为敌手 入住墙时是自然界更顾不变的不二法则 三江源侯既是生死绝里的战场 又是这些精灵兮兮的家园 三江源为他们提供生命的滋养 这些生命已给青藏高原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